新推出來的 iMac 是不是值得買呢 OK 好 今天的影片我們來講到新的 iMac 這次推出來的 M1 晶片的 iMac 是不是應該買 是不是值得買 這次 iMac 真的推出超多顏色 比先前消息流傳出來都還要多 說真的我也有一點嚇到 蘋果一次推出這麼多的顏色 加上它的配件 都可以搭配不同的顏色去購買 讓我覺得說它這樣的備貨處理 應該是會搞得還滿麻煩的 就先來講這次的新顏色和設計 很多人罵它覺得很醜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在它螢幕旁邊 是一個白框 可是它們整個機身上面 下巴的地方搭配的顏色是跟底座一樣 它側邊跟後面的顏色又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所以就造成這台機器 會有三個不同的色調在上面 我個人雖然是不覺得醜 可是我是覺得還可以再更好看一點 我覺得這也是很多人 對這個那麼多年沒有重新設計的 iMac 等有個期待 就是為什麼現在可以說到那麼小的時候 你還要把那個下巴留著 而且在下巴上面也沒有蘋果的logo 那這部分就像我懶人包有講到的啦 如果下巴去掉一點 那維持一樣的設計 應該還是會有滿多人覺得好看的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說它的顏色不一樣 那它在顏色最強的地方 就是它的側面還有後面 是比較深比較實色的部分 所以說你正面可以看到的 都是一些比較淺色的部分 那有人可能覺得 我買這個可能很鮮豔的黃 我就想看到這個黃色 可是我自己坐在電腦前面 我從來看不到 我要轉到側面轉到電腦後面 才看到這個顏色 就是有點奇怪 為什麼這次的選擇會是這樣子 有點可惜 那這一次的我覺得有一個很不錯 就是它前面FaceTime的相機 升級到1080p 那在軟體裡面 也有導入這種演算法的拍攝 那不管在你用FaceTime拍攝 或是跟別人在做視訊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導入演算法 那這個就是其實在iPhone上面都有看到 它可能在你的膚色 周邊的顏色對比這些 都會用演算法去做調整 那這樣是不是代表 我以後要直播就不用再加上了 我覺得它可能效果還沒到那麼好 OK 那整體上來講 我必須說這個整體設計的工藝 但我覺得還是滿讚歎的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薄 可以做到那麼薄一台桌機 我覺得這也是 也要讚歎就是蘋果的 M1設計晶片的功能真的是非常強啦 它可以做到非常低的功耗 然後又不太會發燙 那也是這個原因 才能把它放進那麼薄的機身裡面 那它整個機身好像就是1.多公分而已嘛 如果以這種厚度去放進Intel的晶片 一點點想像這有多麼的可怕 應該用沒幾個月整個主機板就燒掉 那有人問到耳機孔 那耳機孔其實是有 就是在它左邊側面的部分 為什麼放在側面沒有放在後面 很有趣 因為這次的機身太薄 它沒有辦法放耳機孔在後面 因為耳機孔的長度啦 那個耳機插線的長度 那個深度其實是比它整個機身都還要深的 所以去想像一下這個 到時候拿在手上會有多薄的感覺 昨天我在直播的時候也有觀眾講 就像是拿一台很大的iPad在你前面 那也有人問到就是說 它的網路孔為什麼沒有了 其實還是有的 它網路孔是放在它的變壓器上面 再來就是配件的選擇 它們有新的鍵盤滑鼠 還有觸控板的顏色 OK 鍵盤是新的設計 可是觸控板跟滑鼠 看起來是沿用舊的設計 那我實在是不懂 為什麼沒有藉由這一次全新的設計 把滑鼠充電的方式改一下 為什麼 看起來好像還是從屁股上面去插電 但鍵盤的部分這個配件的地方有點不一樣 有點關係到你選擇iMac的這個等級喔 OK 那我們這邊先來講 這台很明顯的 它就是要取代最低規的那一台版本 就先前21.5 吋的那一台 當初這一台其實據我了解 現在在美國就是很多學校 教育的人買來給學生使用的 我覺得這一台的定位跟價格也是非常適合 目前也是只有M1的處理器可以選 所以它沒有再更多 它就是M1 它在最低規的這一台 它M1的處理器也是跟MacBook Air 那一台最低規的一樣 少了一個核心的GPU 這一款也是我個人最不建議購買的這一款 那三款的售價為1299美金起跳 1499美金起跳 還有1699美金起跳 最低規的那個版本 除了少GPU之外 它後面的插孔還少了兩個USB 3的插孔 那如果你買的是中階或者是高階的那一款的話 它就是有兩個雷電4跟USB 4 然後再另外配上兩個USB 3的接孔 就是如果是桌機使用的話 只有兩個孔有點不太夠用 那我也可以了解說 如果單純是學校教育使用的話 或許是OK 你有常常要外接什麼 那再來就是標配的鍵盤也不太一樣 最低規的那一款的鍵盤是沒有Touch ID的 那我個人覺得Touch ID使用上還是都有點方便 不管你在解鎖電腦 有時候可能密碼什麼的 更方便的就是說 如果你是買這台電腦 家裡有不同使用者 兩個小孩或是你偶爾要使用的話 它的Touch ID是可以直接讓你去切換使用者 那這一點我是覺得還滿方便的 所以低規和中規的那一台 價差只有200美金而已 可是它少的東西 比如說又少了兩個孔 然後它鍵盤配置也不一樣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200美金 其實是滿值得 滿划算的 因為這兩個孔就是你事後家也買不回來 鍵盤你搞不好可以另外買個這個孔 它沒有就是沒有 所以這台iMac我個人建議該不該買 或是誰應該去買這個東西 雖然說這個處理器 並不是我先前所期待的M1S的處理器 所以是因為這樣我不會買 可是原因是因為我已經有一台 M1處理器的MacBook Air 我現在在使用 我也是對它的整體狀況使用起來非常的滿意 我拿來剪片 剪四K影片 或者我做任何的Photoshop影像處理 完完全全的非常的夠用 所以我相信一般人 如果你只是上網文書做功課 打報告 看影片的需求來講 M1的iMac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夠用 可能還有一點點效能過剩 如果你剛好是有在等一台比較小的iMac 等的並不是那台27或是30幾吋的iMac 這一台很適合你 因為蘋果的iMac一直以來都是讓人感覺 就是買一台電腦送你一個螢幕 而且還不只是一般的螢幕 因為蘋果的螢幕不管是在它的顏色 調教水準上面都是大家公認算是非常高的 尤其以這個價格來講 你基本上今天很難再另外去配一台Mac mini 再去買到一個這麼好的螢幕 如果你要買到相當等級的螢幕的話 你可能又要附跟這台電腦差不多的價格 所以如果這個螢幕尺寸是你可以接受的話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或許不用分開買Mac mini跟螢幕 或許這台iMac會滿適合你的 所以現在有在觀望這種等級的iMac的人 我覺得就是直接買 也不用想太多 我相信它會讓你非常滿意 至於該買哪一個等級跟配備呢 我覺得直接去掉最低規的那一款 我個人覺得那一款不太划算 至於選配的SSD和記憶體 我覺得就是看你的需求 我現在用的這台M1的MacBook Air 是8GB的記憶體 然後512的SSD 對有剪一堆影片的人像我來說 當然是如果能有16GB的記憶體 加上1TB或是2TB的SSD 當然會是更夠用更好用 可是現在而言我有外接的SSD 對我而言來講這樣也是夠用了 也沒有什麼真的不太方便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沒有什麼繁重的軟體 很多東西要跑的話 我覺得8GB絕對是夠大部分的人使用 SSD的話就是看你的使用方式 可是SSD這個部分 雖然事後你買的它就是固定綁在裡面 不能再塞新的SSD去更換 可是你還是可以外接 這跟記憶體就有點分開 你可以去外接看是要更大更多的SSD 或是你要接一般的硬碟 你要儲存很多大量的影片檔 這個選擇性跟它的相容性都還是非常高 所以不太需要去擔心說 好像一開始如果你的預算不足 一定要去買到1TB或2TB 那錢不是問題的話 當然是買越多越好啦 就是少一個麻煩 好 那講回來誰不該買 我覺得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一個螢幕 你習慣用的螢幕 那你的螢幕可能比24酸還要大 或是你的螢幕水準就是比它的還要好 那這種情況下 看你的空間 然後你有沒有辦法再塞一個雙螢幕的這樣的組合 那或者是如果你沒有這個必要的話 其實買Mac mini就很夠你的使用了 那它整體價格也會低非常多 那你事後不管是要換螢幕啦 或是你要換掉這台Mac mini 也是會方便不少 那另外就是如果你也有更大的 處理的效能需求的人 像是你可能剪真的很大量的4K影片 甚至6K 8K 處理這些東西 那或是你可能在跑的一些專業軟體 是有比M1的處理器需求還要大的人 那很遺憾我們這次是不是有看到M1X 那我們看看6月有沒有機會看到M1X的推出 那沒有的話我們可能就要等到秋季 才有這個機會了 OK 其實每次有很多觀眾在下面留言 大家的使用狀況都不太一樣 然後工作的領域都不太一樣 很多觀眾分享他們自己的使用方式 其實是對其他的觀眾更有幫助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說 你覺得這個必買的原因是什麼 那第二就是你不買的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你有什麼使用上的需求 這個M1晶片還不太夠 那你們分享出來可能讓 跟你們有一些相同需求的使用者跟觀眾 看到你們的留言 這樣對他們的購買的決定會更有幫助 所以結論就是我覺得美或醜 這個就是個人角度問題啦 那我覺得至少它是終於更新了 它這個萬年不變的設計 因為其實在像先前的M1那三台機種 它就是把M1塞到舊型的設計上面嘛 那還好它這次沒有把M1塞到舊的iMac上面去 那應該會有很多人很生氣 那整體來說對這次的iMac 我覺得可能會被貓 我覺得是還滿好看 我覺得是滿意的啦 那雖然沒有等到M1X的那一台 那我也希望如果說M1S的那一台到時候要出來 其實設計上有點更改 是不是不用那麼執著在它的厚度的地方 對不對 那或許下巴可以縮一點上來啊 像我在懶人包裡面有講的 其實我們有沒有要做到那麼薄 好像還好 因為桌機就是擺在那邊就擺在那邊 它多厚好像對我們平常使用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如果可以把下巴收起來 然後你可能厚個1公分變成2公分厚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反而會更可以接受這樣的外型 好吧 那我們就繼續等 希望6月有個驚喜 然後或者是可能年底會不會看到新的iMac iMac Pro 推出囉 好 那最後影片結束前 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影片的贊助商 叫做SetApp SetApp是一個訂閱制的軟體 它可以讓你免費使用100多種App 那這個軟體的好處就在於 它裡面所讓你免費使用的App 都是一些非常大然後非常實用的軟體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App叫做HazeOver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讓你可以專注在 你目前所在工作的這個Windows上面 所以你打開進入設定的時候 你可以去調整就是說 如果在你使用的Windows之外的畫面 你可以調整它讓它變得更暗 所以我平常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會同時開了非常多不一樣的App 跟不一樣的Windows 那更尤其有時候開起很多視窗 或要搬運檔案的時候 有時候一回神會忘了自己剛剛開的檔案 或是視窗是在哪裡 那HazeOver對這一點真的是還滿有幫助的 那SiteApp其實還有非常多非常強大的軟體在裡面 那如果你不太確定你是不是需要使用SiteApp的話 免費試用的連結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還有留言區 那如果試用之後你覺得合用的話 你就可以持續訂閱 那如果不合用的話 你就可以隨時取消你的訂閱 好那喜歡這類影片的話就記得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按讚跟分享 我是蘋果爹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